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可以期待你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你的捐款民众的小额募资 让我们独立媒体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的报道以及更深入的讨论 我们的节目除了讨论一些社会议题之外 事实上我们会常介绍纪录片书籍还有一些展览 那今天其实要来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展览 我们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谈过 就是人权艺术生活节 去年是第三届 今年是第四届 第四届一样是由红红我们老朋友来主持这个策展 不过我在看今年的整个活动里面 我看到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有趣 而且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是有人有饮有饥 潘小霞与这个高仲敏的这个对照展 我觉得我想如果长期关系台湾社会运动 应该是对潘小霞这位前辈并不陌生 而高仲敏事实上在香港的这个媒体也是非常有名气 他拍了非常多这个底层 香港底层的一些画面 同时他也在反送中的期间也拍了大量的 在现场拍了一些画面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忆 所以我们这次就要来邀请的是 这个有人有饮有机潘小霞高仲敏对照展的策展人 谢佩妮谢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夏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在场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嗯 我想一开始就是我们也知道 夏老师我们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 他是在台湾非常著名的策展人 然后刚刚也自己有主持很多的节目 然后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些文化的活动 我想先请教谢老师就是当时为什么 您会特别要来办这个展览就是 高仲敏跟潘小霞的这个摄影对照展 在什么样的机缘 在什么样的想法之下来开始做这样的规划呢 当然就是我们共同的好朋友这个红红的邀请 那不过刚好因为这两位艺术家都是很熟悉的朋友 甚至在他们不为人知的生命历程当中 有一些很奇特的教会 所以当洪老师一提到这个部分 我当然就非常乐意的参与 因为大家对任何的这个摄影作品 尤其在影像的时代总会觉得它很轻而易举 那可能我们从这个任何人的手机上 可能都有上万张的这个图像 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影像的时代 那在人人都是摄影师 自认为摄影师的时代 那透过影像重新去谈基本人权核心价值 那特别是在这个基本人权里面的文化权 怎么样透过影像来去谈 那当然去年因为刚好邀请的艺术家 黄国才Casey 本身也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所以在去年的这个状况 当然特别是在展场就会特别的熟悉 所以你知道做任何一个策展人 如果觉得是并不是说为了好的议题 然后才去特别去量身定制什么 而是相对来讲可能对空间 对作品还有艺术家的本身 在适当时期有机会一次回应的话 是很幸福的事情 这一次的展览 一样是在景美人权里面 我们待会可以谈一下在现场您的一些构思 您的要去表达的一些 这些有关人权的议题 以及这个作品 怎么样去呈现跟展现 不过我想要再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面 就是其实做即时摄影的人也很多 然后是本身也是摄影记者也很多 拍街头运动的人也很多 为什么特别要去找这两位 这个小霞跟高仲铭来 作为这一次的展出的对象 并且要把他们做对照的这个概念来呈现 好 那我们常在讲说 这个在影像的时代 特别是如果我们今天单纯 只是旧影像做论影像 可能它只要谈它的感染力就好了 对 可是事实上 如果真的要从更所谓的艺术 或是说历史性什么的角度来看 它大概有三个要素 我认为一定要具备 当然第一个就是即时性 就是这个可能不要有太多的后制 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渲染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要有故事性 因为你如果没有故事性 你没有这个感染力 你显然没有办法造成相当的影响力 第三层的话就是 理应要有一个艺术性 因为如果只是单纯的靠即时 它可能用事件来触发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反射动作 它也可能没有经过更多的深思 或者说它没有第二层第三层的意义 继续升发的可能 那如果只有单纯谈故事性 那摆拍可能会效果更佳 对 那今天为什么从一个基本上 到最后它可以历久明星 它可以对未来的世代不断的诉说 甚至变成它们的新的文本 然后在它们这个 context 在这样子的延续的文脉下去 它们变成一个重要的节点 所以就是因为这三层的考量 它们很多很优秀的这个即时摄影 可能是记者的身份 那或者说很多这个故事性很强大的 这个影像工作者 他可能本身可能是作家 或者说他可能是这个表演艺术家 所以在这个部分到最后 如果单纯还要用影像的艺术性 再去这个 再 不是叫过滤 然后是做串联的话 那就很重要 所以也是基于这样子的部分 用的一个关键词 不会说 比方说一开始是不是要叫双各展 就是让它各自在一起 那或者我们要说是这个 最后选择是对照展 因为我最后希望它呈现是一种 just up position 它是并置 对 它可以互为文本 互为表理 互为参照或是互补 可是之下它们是各自独立的部分 所以不管从影像德美学里头 我们在谈这个故事发展 乃至于说在这种从happening 一直到那个片刻的极光片语 或是说那个决定的瞬间 变成历史时刻高光的一部分 来讲的话 他们两位都可以做这个非常重要的参照 因为小强毕竟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四年级生 那好像我们可能都是五年级生 那高中平就会到六年级生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的部分 包括什么 台湾跟香港的互相支持 那我想 比方说我自己是当然是留欧的 那我八零年代 六四年年初去 是重要的精神思量 可能是香港的这个七零年代 那当然台湾可能是新新闻 那相对来讲等到今天 当时香港在可能在台湾可能 还有言论审查的时候 作为一个这个 不管我们发表可能 独立电影啊 独立音乐啊 或者说甚至独立出版的这个状况 之下 就变成做最大的支援和发表系统 所以当相对的来讲 当这个 我们今天变成所谓 亚洲唯一一个想有完整的言论自由 创作自由 迁徙自由 宗教自由 包括平权等等的部分 那香港反而第一次被 被 被 要接受censorship 对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 那所以 那这种到最后就是在开核之间 到底我们是不是还可能 大开大核 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蛮重要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个的政治发展 或者所谓的自由发展 像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这两个 台湾跟香港 它刚好是不同的方向 这个不同方向 事实上有它的对照 跟它的意义在 所以如果我们看小霞的作品 会看到早期在这些年齐期 他所拍的东西 那但是慢慢的 他开始走像文学 再像其他的 这种艺术领域的这些拍摄 可是高仲敏 其实他早期 可能拍很多的这个底层 可是后来 最近期的作品 当然就是以反修例为主 那就回到 你刚刚谈到 那个言论的限制 那个政治上面的这个限制 所以我觉得 这个这两个作品 看起来 不只是您刚刚谈到的艺术性 这三个面向 它事实上也有高度的政治性 是 那这个也是我很想要 在这个 用烘托的手法 来去谈这个部分 因为像 这次的这个展主题 大家就会问我 为什么 是有人有阴有机 对 那如果您是这个 母语是闽南话 或者说客家话的话 我们就 会说 像子虚乌游 或是 甚至带着这个 随便讲这样 欧白讲 那我们会说 这个是没饭没吃 那是 那是 或是 我们会说 相对来讲说 像客家话会说 无影无鸡 可是 现在的 问题就是 当我们去用 这个 没饭没吃 去做一种否定性的 这个表述的时候 其实已经刚好恰巧 证明它 有 对 对 只是说这种有 这种存在可能 可能是政治不正确 我是不合体制 我是说 可能在这个 这个 长辈的 爱护之下 认为 这样子的 这个表述 言论 或行动的表述 或是 看待事情的方式 不合时宜 那 improper 应该是说 它这种 不合适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适度的修整 那 过去我们在只有可能文字 或是口述历史的部分 可能 可以用前置或是说控制通路 就让曾经存在这些变成所谓 没有饭没吃 只需乌有 对 但是相对来讲 有影像之后留存的时代 特别是在现场拍摄 在第一时间拍摄 而且是连续性的累积的拍摄 不是只有一个单张 的这个部分 的时候 这一切 你就不能说 它 它不在 所以这个留下的这个痕迹 就很像什么 就像我们 比方说我前一阵子 刚好去大鸟部落 台东大鸟部落 台东大鸟部落 对 那这很有意思 那个这个领路的 这个雅记 他是 有点猎人的身份 那他就很容易 他今天在告诉我们的 这个探访的足迹里面 可能看到是透过 这个动物走过 三天前走过 那植物 留下的痕迹去判定 那我们其实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子的本能 可是我们到最后都忘记 留下的 不管今天是三天前的 或甚至对他们来讲 可能是三年前的 这个传单甲留下的洞 都是什么 都是physical evidence 然后这种层层加迭的结果 到最后就会变成 我们辨识环境 辨识过去 然后产生对 等于说从未来 面对同样的事物 来去做有分辨 有记忆 然后甚至有这个 再诠释的能力 所以今天你说小霞 他是不是算草莽性 我其实很难说 因为在本质上 如果他像他说 我是吉利安出生的原住民 他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去表述 可是他并没有 他持续拍摄是蓝宇 但是拍来又很细腻 对又很细腻 对又很细腻 而且那个 那个就是说 很本能性的 到最后让他这个一抓拍 就对了 对 那所以他不会 可能不会多费春舌 那但是 毕竟是跟高仲宇不同的时代 还有不一样的这个手法 那所以 小霞的这个人文性 当然也会产生 或者高仲宇 他们大概会产生 两系列的作品 一个是他自发性的 那但这种很微妙 他倒不是spontaneous 比方说小霞觉得 他受到刘其伟的感召 所以他去蓝宇拍摄 然后一拍40年 那所以甚至包括他拍摄的 这些齐老成过世 或是说他们儿孙辈也长大成人 那高仲宇衣服如此 他也不是 他是在寻找跟环境 或是透过言语不可说 这个部分的对话的部分 那直到他持续拍摄 产生了 让他不变自明的影像上产生 那所以第一系列是他们自愿的 voluntarily 他去做这个工作 那第一个部分大概是by commission 因为他们毕竟是记者的身份 可是问题是说任何的人都可以被派遣到前线 可是他选择用什么样的角度 来去呈现是我们比较在乎的 那这个也是去呈现一个完全的自由一个方式 就是他的多样性 他是没有被标准化 他没有被裁剪的这个部分 所以回到这一次的摄展主题就是 有人有影有机 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今天 他不只是一个即时摄影 他也是一个历史的记录 而且他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的 当下拍下来的光影 但是他可能足以作为我们后面的人 再去反思 再去看待过去的历史 以及过去的人物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 没错 而且因为我们都忘记 其实我们今天认为我们做 比如说这些政权极度的转移当中 我们开始会有转型正义什么 可是我们有没有可能 我们也又贴了不同的表情 比方我举个例子 好像2009年抢了半天 然后隔了十几年都没有 这个成神波的大型的回顾展 所以决定做了 是因为我会舍不得一个这么特殊的画家 他最后只是228的受难者 不是只有一个所谓的政治 这样的一个印记 要印记 他还是一个艺术的非常重要的印象 就像我们会舍不得说 高宗铭只是拍这个 这个香港运动的这个摄影家 那小霞的最有名当然是白色烙印啊 228的这个受难者 他们的影像等等 我们是不是很偏狭的 因为这个我们的 特别是政治的需求 我们忘记他们处理是 基本的核心价值 比方说凡是这个没有办法 顺利拿到资源的 包括文化艺术人 所以他可能像他们都会拍艺术家 拍文学家 这样子 他也是弱势啊 那今天因为他们从事的工作 或是说他们的 mission 他没有办法让他们的身份 被明显辨识的这个部分 像譬如小霞会去拍这个 早期会万华的夜巡 他拍招宝间啊 那或者说像高宗铭拍这些 其实已经在参加运动受伤 然后随时如果他过度的 曝露他们的这个 应该说特征的话 他们可能马上会 会遭遇生命危险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们之后就用那一抹微光 像譬如小霞 他当时是一手拿打火机 好 所以打火机一点 那个 就像卖火柴的少女 他瞬间拍下了可能 这个妓女 妓女 底层的妓女 他不能被看到他的脸 但是那 或是说他可能是混黑帮的 但是到最后他留下他们不可抹灭的印记 那当然高宗铭用的可能是一种背光的手法 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用逆光的方式 其实你看轮廓线 这个是很清晰 在他的港商系列很多这样的照片 对很清楚 那他不能让你看清楚 可是我们清楚看到这些人 这个发散出来的那种盛光 那就如同他今天我们相对来讲 他们两个拍女性 是也是完全不同的approach 可是产生的这个结果 真的像比如高宗铭到 这个第三世界 那这个到非洲到哪里去拍的这些 你看到他尤其用这种 我们像圣坛祭坛画这样三折画的这个方式 的手法呈现的这个大作 他让这些永远不会 甚至永远不可能有被记得 甚至完全是真的活在底层的底层的这些妇女 他们呈现像玛丹娜 像圣母一样的这个光芒 那亦复如此就是说 小小今天他为我们 也许今天所谓的辨识度 我们会可能看80年代 从譬如说环游土地运动 农民运动 一路到这个学生运动等等 我们深植在印象里的这些影像 其实我们始终不关切 也不会关切是谁排的 那而且我们会希望记得这些历史事件 好像只是单张单张的这个摄影 但是事实上这一切都是一点一滴 一张一张累积 而且它后面是有非常庞大的一个脉络 这个脉络不只是一个社会的脉络 政治的脉络 甚至它在创作的过程 或是在记录的过程当中 那个脉络性也很重要 特别是你刚刚谈到 我在拍摄这个妓女的时候 我必须用打火机 然后去照那个微络的灯光 我要去保护这些反修例运动的 这个所谓的参与者的时候 我必须用逆光的方式来呈现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看摄影的时候 不是只能够看到 那个当下画面好不好 或是够不够这个刺激 或是够不够这个shock的这个画面 而是那个过程 是一个非常细腻值得我们再去 特别去了解跟关照 所以它不只是有那个政治性 那个艺术性其实也都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到现场 再请教我们的谢老师来去谈 他心中所认识 他过程所记忆认识的潘小霞 以及高仲敏 还有这一次策展的一些重点 观看的一些方法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总想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 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透过群众的捐低力量 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更好做 更深度的报导以及讨论 今天的节目要来跟大家介绍 今年的这个人权艺术生活节 今年是第四届的人权艺术生活节 那今年的这个展出的时间 是在2023年的12月2号 到2024年的1月14号 在这段期间当中 包括有音乐或是影像 或是其他装置艺术 或是戏剧等等 各式各样的表演的方式 那展出的第一点跟去年一样 一样是在这个景美人权园区 不过我们今天 并没有去介绍整体的 这个所谓的人权艺术生活节的内容 而要跟大家谈到的是 其中的一个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展出 就是有人有影有机 潘小霞高纵明对照展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这个对照展的策展人 谢佩妮谢老师 谢老师你好 你好 其实我对我来讲 其实蛮艰难的 因为像人权 国家人权馆 他本来就有一些是有任务 而成立的这个目的 而且这是很大很大的这个责任 就是怎么样 让人权 能够透过从历史的回顾 然后但是会变成可能未来的 我们共同的公民素养 那所以如果从这个 用影像的这个角度 如果从影像的时代看 的确是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啦 那所以这次先谈谈他的这个展场的安排 那其实你如果去过景美人权园区 可能大家一般的观光客只会去那些 也可能比较具备观光特质 那这个是一个 对我来讲蛮残忍的事情 那不管他们去逛干妈店 或洗衣房等等这个部分 那个好像把它标本化了 仿佛这些人都不曾存在 那到仁爱楼的这个部分 我们开始尤其如果你有机会晚一点 晚上还可以在人权园区走动的时候 那个整个的那个阴森 或是阴影重重的这个部分 是反而让你在白天看不到 体会不到 或是直接感受不到的部分很清楚 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在后洞 来去做这个 所以这次主要的这个对照展 是在仁爱楼 仁爱楼对 那但仁爱楼的话 这个一开始这个 这个我们如果上楼 马上会看到潘小霞 他整体的这个回顾的这个部分 然后接下来另外测试 每一间每一间 不管他的这个创作历程 或是在不同的阶段的呈现 从大家熟悉的 比如白色烙印 二八的印记 包括他的这个原住民系列 这个夜巡系列等等 那也会包括很特殊的设计 我们希望这个暗房的这个 感受会被呈现 因为潘小霞就代表 那一代的这个摄影家 摄影家 对对对对 他们不是单纯只是拍下 他不是那个数位的时代 对 也不是拿到照相馆充业 而是自己要去充饮嘛 自己 而且像小霞 我们让大家体会 因为我们说 他的这个照片是我们所谓的不修蝙蝙 你当然可以一方面说他这个人就是不修蝙蝙人 可是如果这摄影的话 因为他们在显影的这个部分 可能旁边这些粗糙的部分它是保留的 因为那个手感就是它真正让看不到的影像 变成可见的影像 留下的印记 所以这次也会特别希望这个观众们 会去关注这个 我们所谓的留下的这个边缘的痕迹 因为艺术家的存在 不是在镜头之后 包括他在 他在这个显影的过程中的这个参与 那或是我们有安排的这个 他一小段的这个访谈 口述历史的访谈的这个 那也是没有多加剪裁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说 今天在我们有感的这个照片之后 到底拍摄者是谁 然后在无声的这个影像 他实际上他讲话的这个神情态度 或是他 他可以跟你直接隔空交流这个部分是什么 那高中明老师的这个展览就是 真正当时关押犯人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间一间 每一间都运用的时候 就会在一间一间的所谓的小牢房里面 小牢房里头 那大家可以不只去体会说 当时在被关押的人 其实他今天不存在了 那我们倒不是说阴魂不散 而是说那个整体的压力 那个氛围 事实上来讲 每一个这个曾经在那被囚禁的这个存在 它其实还是依然存在 那这也是为什么说叫有影有机 所以你其实看透过这些影像 你感受到他们的这个温度 他们受到的这个高压 或者说他们当时怎么样在绝境中 找到这个 我常开玩笑叫凿臂透光 那所以大家在高仲敏老师的这个展场 就可以看到也是一个一个系列 那这个为什么不只有展最符合命题的 就是所谓的人权或是白色恐怖的这个部分 是因为我们真的舍不得任何一个优秀的摄影家 最后只有这个 一样被贴上特殊的这个表情 某种政治的这个概念而已 而且他还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完整的人 就像管老师 您面对不同的这个事件 您做您有不同的身份 那是所有这些这个片段 或是整体的呈现才会立体 才会真实 所以至于潘小霞 他作为人很有温度 或是说他很率性而为 但是他又那么照顾 这些不能被曝光的人 或是说我们看到相对来讲 他是很明亮的这个 这个潘小霞 相对于我们会发现如果整个画面 或是说构度甚至色泽 用的时候是比较暗沉 比较阴郁 那比较低光度 用这个影 来去相对这个呈现他的subject 他的主体的这个高中名 其实他有很温情的部分 比如说他一再的回访 这些homeless 比如在香港 甚至为了这个阿雄送终 那为他使尽办法这个找回他们 他仅剩的家人 那或者说在不断的去回访 大阪 最辛苦的底层的这个 无家可归者 游民 然后陪着他们变老 或者说他今天在台湾 在落地 他不是只是我们今天真的 不是只谈他们两个回顾性 封闭性的过去 那么有更多人可能比我更适合策展 甚至有更多的评论家 继续写就好了 可是对他们来讲 他们不是一个封闭的历史 他们在当代留下影像 现在我们认为是过去历史的 佐证的一部分 可是他还是一个开放性的 这个结局 所以高中平老师 当然很可惜 我们都没有料到潘小霞老师过世 在这个期间过世 我一直以为他看得到这个展览 所以这个展本来就是在小霞过世之前 就已经安排了 对 可是也是这样子我会特别的沉重 因为这是小霞过世之后第一个全面性有系统的 等于去看他的作品 那所以他规模在小 他都是代表我们可能是要重新看未来 怎么去看小霞 那相对来讲对高中平 这也是他落地台湾之后第一个 比较完整回顾的 之前曾经这个世改会的中部办公室 对世改会的 办过他的有关于香港反修例的这些展览 对 所以这一次除了高中平的作品 也有包括这个反修例的港商系列 有 就是说大家觉得他们的代表作 当然一定要 但是同时也会大量的呈现 或是不同类型的 他过去你所不知道的高中平 你所不知道的 这个熊书 刚刚谈到的熊书 或是说他派党房 党房 对 或者豪宅 我自己先看过 我就觉得太精彩 太精彩 对 特别是那些党房 或是那个 你刚刚谈到这些街友 这些人 你放在一个小房间 在小房间 事实上就是一个很有压力 是 然后那个光线 或者是那个 甚至那个呼吸的空气 就是会让大家压力很大 是 可是虽然这个 跟党房的感觉是一样 可是无家者 看起来好像是在一个 可能宽阔的地方 睡在那边 但是他的压力 可能是一种无形的 没错 而且就像这个 关老师您刚才提到 就是我们可能过去 在看香港这种 像格子龙市的空间 都是透过影视 对 电影里面会去看 对 然后到最后我们忽略 这个 当你真正静静的 不是用流动影像 没有后面没有剧情 没有明演员 帮你诠释的时候 当你直面一个静态的影像的时候 其实那种压力和张力 是其实最巨大 所以你可能就是真的在一个 党房里面 雖然它是一个监狱 对 比方说高宗明的拿手好戏 就是上市的角度 对 那为什么它是俯拍 因为你可不可以想像 如果我们说任何一个房间 就是一个 这个 六面体 其实它是窄小到 除了从上头 是没有任何空间的 我没有第二个空间 然后 可是我们就看到说 这么逼着的空间里 因为他们 try to make the most out of it 到最后 夹缝生存那个部分 到最后 尤其你要知道 他是豪宅出生的小孩 在这个 在夹到中落之后 被逼着去重新寻找 也是一样在夹缝中找到 这个意义 那 所以他拍 你说他拍豪宅 当然会产生不同 就像小霞他今天 譬如说少年十五二十十 也是受到 只是一位很爱花花 很有意思 这个 很自然跟自然共同生的 Max 刘吉伟这样子 然后他就去了 他就出走了 那再也没有人 这个 同时的去记录 这个 来语记录了那么久 可是历史有时候是蛮残忍的 嗯 我们说这个蹲点式 或是长期记录式的 这种做第一手资料 在第一现场一直存在的 见证者 反而不如可能 这个偶尔去 可能 就很像我们 我们会 很多的网红 就是在这个时候 会得到他的这个力量 那所以我们到底记得 今天当原住民 他们的 甚至他们的当代艺术文学等等 都变成显学的时候 那 我们需要非常巨大的 这个完整 从过去的这个资料库 作为一个底气 才可能 才可能再更超越的走向未来 要不然 我们在不断的裁剪当中 我们只会 一直 筛选筛选 到最后 我们记得的历史是 越来越破碎的 对 所以像高宗明就会 他很喜欢的这个 摄影家 当然就是Eugene Smith 那Eugene Smith 一直提醒我们 就是很多大巨构的东西 我们让他要碎晃 因为就像我们的记忆是 因为要创造这些字典或 这个 片 应该说那个片段 是我们建构 我们整体记忆的方式 因为他不应该是一个单方的 所以今天如果 我们可以想像 今天如果 这个高宗明 他没有继续 用他的方式去拍 比如台北的街 有一样万华 对 或者是台北车站的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对台北车站 游民的印象 可能会停留在 这个固定的一些印象里 那 所以回顾台就在讲说 基本人权 这个到底是什么 就 人权其实它很广的 包括你是不是要关注 不是我土地上 可是一样是因为它是 这个 这个 underprivileged 它是可能被剥夺的 被忽略的 或是说它永远 不可能在主流的 价值里头 放在 位阶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不是只有 关注我土地上的 我在遥远的 这个比方 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个地方 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像我之前在 这个 选择去拉多罗亚工作 那也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明白 一个可能几乎百分之百的 国民 一辈子 或是甚至他们三代都没有机会 来到台湾 甚至可能当时是供养不起台湾的 这个昂贵的这个 产品 为什么他们愿意付出 可能这个代价 做双重承认的动作 拉多威亚今天不是因为 到今天才这样子听 就像一样 吉克索罗法克 当时一个哈维尔总统 一个剧作家 他在他穷极毕生 在欧盟的影响力 一直为台湾做这个良性的干预 即使他们做不到双重承认 那我们真的会为 拉多威亚做这些事情吗 我们真的会为 这个辛克里多尼亚 我们所谓的南岛的宇宙 对 那所以今天小霞也好 宗敏也好 他们就是为那些说不出 还没有被看见 甚至如果不是透过他们的影像 我们永远看不到 听不到 然后所以也不会 让他们说出 他们连他们可能 这个都说不出的话 所以他们作为一个代言者 可能没有非常dramatized 可是在那种维温里 他们一直用维火 细咬慢顿 那你到最后 当他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聚光 甚至他们 对我来讲 他们本身就会变 摄影者的本身会变成 他也是一个 也是弱势族群 因为他们要讲的事情 可能不是很符合现在 资讯媒体时代 不是主流的 不是拍网红 对 或是拍政治人物 然后不是拍冲突的瞬间 可是事实上来讲 冲突的 那个过程可能也都是寂寞的 是 那个过程 例如说我觉得他们两个的 副摄影风格 其实有蛮大的不同 可是他们都共同有一个特色 就是在一个地方 蹲点很长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做这种即时摄影里面 能不能拍到所谓的底蕴 能不能够拍到 那个背后的那种 关系或是压力 或是那个背后的政治性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准备跟投入 对 那 而且 到底我们是把它当成 只是一个记录者 还是他们就是Creative Artists 那 或是说 最少最少在我们已经熟悉的 这个脉络里头 记之的 这个 的确有很多很有名的人文 即时摄影的记者 那我们很熟悉他们留下的影像 但是 包括整个运动 他是千千万万人 在参与的 那如果我们 都只有看到高光 看到太阳 我们没有看到可能 像譬如说 摄影 以小贾 或者是中鸣 他们就很像 透过这个月亮的 这个 像月亮 他们可能去借太阳的这个光 然后但是 事实上是他 月亮 是继续去温暖我们 对 然后让我们产生很多的 这个 这个 共感 所以 即时摄影 他到最后 重点 真的不是只是 直指 事实 因为真相是 所谓的 truth 是很多很多很多 这个角度 完整的结构 是很多很多的碎片 最后重组 那我们永远都会有 the missing piece 可是 即时摄影最重要的 还是造成共感 他不是要你 就包括他们今天拍底层的 不为人知的 不是要你看到巨大的 这个创伤悲伤 而是说你怎么更超越 那个超越很重要 所以他是要谈compassion 他不是要你有sympathy 因为我 那个是不可逆的 我们也很清楚 这些底层的问题 不会被解决 这个世界就已经被标准化了 可是我们怎么样带着 这种这个共感 我们继续一起走下去 所以你不是只有 透过自己的眼光看 就像一样 搞中民提醒 我们用服饰的角度 我才看得到这可能 那 然后这个小霞 他透过他的角度 你看到兰语的这个三代通堂 可是事实上来讲 我们都很 会很舍不得 如果今天再回去兰语 找这些人 说一定 即使当时最年轻的小孩 早就不在了 因为 我们必须要面对 就原住民的平均年龄 还是一个55岁 左右的这种事实 就 对不起 就是国民年轻 我们今天设定55 比我们一般人 台湾人的平均 那就像什么 像 今天我们用影像沟通 有的时候就是 除了说不出 或是说 除了影像没有第二种更大的可能 所以我们是找到共同的频道 那今天我这样子跟 因为管老师是媒体传播的专家 我们从小到大 你要听广播或什么 我们就调幅或者调频 但是我频率不够宽 你永远找不到 所以拍的东西它不是记录当下 而是能够跟这个社会有一些共鸣 共鸣 对 最后想要请教谢老师就是 你觉得你会期待来看这个展览的人 他们可以在这个展触看完之后得到了什么 那作为一个策展人 你策完这个展之后 你希望为这个社会留下什么 其实我一直觉得 台湾这20年的策展的概念是走偏的 我会这么讲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往往只记得策展人都不记得 这个展触的作品或是 那其实我们今天有像人权馆 有这样子的容器 那我们很清楚容器它的作用 或是它的可能性是 你放了什么样的内容 那放了这样子的这个 有了这样子的内容 你要怎么样跟它互动 然后把这样子属于 在看了展览之后 这些原本跟你无关 或是你无法想像的内容 也变成你未来的养分的一部分 所以一个策展人 其实也是一个Care-Taker 我们在这一大片当中 我们透过这些切片 不是要把它标本化 而是说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了吗 你可能这样子看 然后在这些艺术家 它整体的呈现之下 那我们不要带着预设的目的 不会 要不然你就 你就只会被屏蔽掉 你如果今天觉得来人权园区 看人权这个展 就是一定要谈这种最激烈 让你看到最哀伤 或是永远走不出的这个情境 那我们都会继续留在19世纪 留在20世纪中期 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 21世纪的第三个世代 我现在想要请问之后 如果影像今天包括小霞过世 可是他这个影像显然会陪我们走到 走过21世纪的中期 那我们又怎么样去面对 那所以我的期待当然是希望 不是只是经历过 实际经历过 这些事件的这个老人家们 或是说我们 我们从热血青年变成热血中年的我们 去那里有一些评调或是追忆 更重要的是年轻的世代 他从最基本的共感 他有感动 他产生这个下一步的互动 然后他会进一步的去行动 就如同可能30年代的这个 这个 主张自由的这个文化这个协会的人 或者是这个像 我们40年代末50年代 愿意来去流血人类 来去争取这一切 那等等的 到重要是怎么样超越 我们既有的历史 不要一直 卡在那个线 那那样子的这个 反而是更让人家觉得会阴魂不散 那我相信小霞也好 或是高中民也好 他们都 他们很清楚 他们可以contribute 就是创造这样子很微妙的节点 你那里在 你不管叫做沉浸式的 或是说那就是他们提供新的VR 我们现在都忘记了其实 不是只有用科技的VR 才会是virtual reality 其实他们每一个房间 每一个cell 他每一个系列都是一种VR 那你进入之后 很清楚了 你看过的展览之后 只要你有感觉 共感 你走出这个园区的时候 你对前面的历史 或是你未来要怎么样跟 一路走过的这些人事地物 互动 变成你共同未来的一部分 就变成很关键了 我觉得这蛮重要 整个过程当中 不是那个记录当下被拍摄下来 而是一个不断对话的过程 例如说他们的作品 在这个展览的空间 跟过去的 跟现有的空间 跟过去的这些 关押的这些历史去做对话 我们看的人 现代人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纪 你可能是一个中年人 你去看跟某种的 你过去的生命经验的对话 你是一个年轻人 你可能看到的是 跟你现在的一种对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摄影展 特别是即时的摄影展 留下当下非常重要的一个架子 今天非常谢谢谢老师 来给我们介绍 这么棒的一个展触 那再次跟大家提到 这一次的人权艺术生活 也是在2023年 就是今年的12月2号 一直到明年的1月14号 在景美人权园区来展出 那大家有机会 一定要去看 这些很重要的展览 那你会怎么样跟他对话 我想这就是 我们要交给所有的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来去认识这个世界 以及怎么样去走向未来 再次谢谢谢老师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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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